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沙 以後我會講多些有關精明消費旅遊有關的資訊 因為想旅行先理財 是不是登記了一萬元呢? 是不是很想馬上去旅行呢? 以後就知道了,精明消費去旅行 看阿沙的頻道最穩陣 不如我們看看今天會講些什麼 第一,就是買機票最佳最底的時機 第二,就是傳統航空公司跟廉航購買機票的攻略 第三,就是訂便宜酒店的法門 第四,就是在哪裏換日圓最底 首先我們看看傳統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的代表,譬如有國泰,國泰港龍,英航等等 在什麼時候買最好呢?就是選擇非旺季 例如暑假前的五月或十一月的聖誕前 越遲買越便宜 尤其在疫症過後,又未到今年的聖誕 各個有關的旅遊產品一定會想搶薑 希望爭取市場佔有率 大家記得在這幾個月要密切留意 旺季買機票是一定貴的,在傳統航空公司 不如我們看看廉價航空公司又如何 代表有香港快運、落土航空公司等等 在什麼時候會比較好呢? 如果你買旺季的機票,就是在三至四個月前購買便比較好 越早買越便宜 如果你在旺季買廉航機票,記得越遲買便宜 另外,怎樣可以得到航空公司第一手的推廣資料呢? 我去看看,就like他們Facebook專頁 又或者參與航空公司的獎勵計劃 使用他們的積分和理數 我會推薦兩個買機票和酒店的搜尋器 第一個是Sky Scan Hong Kong 第二個是Google Flights 至於酒店機票格價網的提示,就有以下幾點 第一,就是清除瀏覽器的Cookie 不少預訂酒店房間的網站表明啟用Cookie 即是會儲存用家的瀏覽紀錄 然後根據紀錄,以及你的喜好篩選資訊給你 隨著你的搜尋次數越增加 導致你每次登入這個網站 同一個房間的價錢會變得越來越貴 因此在你預訂酒店前 可以先清除你電腦上瀏覽器的Cookie 以免影響價格 清除瀏覽器的方法 Cookie的方法 就是在你瀏覽網頁右上角點選設定 再在左手邊的欄選擇隱私權和安全性 再去第一行,你會見到清除瀏覽資料 清除歷史紀錄、Cookie、快取等資料 按下去就可以取消了 手機也是用這種方法 而第二個提示就是無痕式分頁 才上去選酒店的網頁 在網頁上的右上角點選三點 其中一項拉下來就會見到無痕式分頁 而第五點就是了解最底訂房時機 例如酒店網頁 在星期二或星期五訂房的價錢會較低 最貴反而是星期日 第六點就是 預訂酒店的網頁 間中會跟信用卡或銀行推出優惠 預訂前先搜索相關資料和優惠 好,我們再看看日元兌港元最方便和最便宜的兩種方法 有兩種,第一種就是兌換店 第二就是網上預訂銀行電匯 首先講一下兌換店 兌換店我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發覺兌換日元最便宜的兩家 一家叫做發達料和金元 發達料提供WhatsApp報價和預約服務 可以即時確認匯率和預早留外幣給你 免收手續費 地址是深水埗福華街117號地鋪 即是黃金電腦商場對面 你們可以WhatsApp它是6999-6148 當然不是廣告 但既然找到這麼便宜的資料 當然要和大家分享 第二間兌換店在香港 叫金元提供接近30種不同的貨幣服務 亦不收手續費 客人可以透過電郵 進行網上預約銀外幣 地址在銅鑼灣伊詠街9號 欣詠商業大廈地下7號鋪 即是銅鑼灣富豪酒店邪 對面的巴士站前面 很容易找的 電話是288-16370 第二種最便宜的換日元方法 就是網上預訂銀行電匯 這個方法可以散卻排隊的時間 雖然有優越理財戶口的客戶 匯率會更便宜 我自己也是匯豐出於理財戶口的客戶 但我始終覺得去找換店好像是便宜些 海外購買卡首選 以事不時之需 除了在香港換了錢之外 我亦建議大家出發前 在自動櫃圓機 啟動海外自動櫃圓機 每天的提款限額 如果不是 你可能去到外國不夠錢用 要錄卡首選一定是銀聯卡 因為大部份的銀聯卡 是沒有外幣交易手續的 銀聯卡在亞洲就完全沒有問題 除非你在歐美就不太流行 希望這些資料幫到你們 精明消費去旅行 看看沙的頻道是最穩妥的 記得幫我分享訂閱和Like 按通知鈕 我們下次再談過 想旅行先理財 多謝大家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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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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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